今天我们特别高兴 因为今天 就是由我们的同行来 是不是 就又来了两位喜剧人 不是 张老师 你凭什么是喜剧人 因为张老师非常的不好是 没有啦 我也算喜剧人吧 算了吧 你算了吧 真的 来 介绍一下今天两位嘉宾 杨迪老师和白凯南老师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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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两位好像18年都忙得不行 是吧 我是忙 他我不知道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统计 说杨迪在2018年参加了 100多万档节目 100多万的 100多万档节目 等一下 整个中国 有那么多档节目吗 形容其多 没有啦 没有啦 还好 还好 那你介绍一下 凯南这一年都在干嘛呢 都在参加杨迪没参加的节目 杨迪 凯南哥这一年表现怎么样 你评价一下 我来评价吗 我一会儿也会让他评价你的 凯南哥一直是我们的前 你们节目实验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 前辈 没有啦 我每次跟他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排什么节目的话 只要有他在 你就放一百个 你看着他呀 我说谎的时候不能看着本人 来 评价下我 可以了 我夸我你 夸夸我你 夸夸我 快点 杨迪真是就是他 看着我 你看着我夸 真的 不要让人觉得我们是塑料的友情 他出生了以后 不是 就有了你以后 他能把我的这个颜值啊 愣能给顶上来一些 我有一次出外景 我在外面跑的时候 旁边有个大妈 诶 白凯南 我都生气了 你还生气 你有什么生气 胖 你看胖我说 肥也别说肥 行了 行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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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们两个人 主要不是斗嘴的 主要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比如说 你们马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 很喜欢 观众最爱的那个环节 叫做一起来欢唱 台上的这六个人 只有一个人是歌手 没有自己歌的歌手 白凯南哥哥也是歌手 他有一首歌打了五年了 还没打红 真的假的 叫燃烧吧 燃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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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脉崩开 唱起来 跳起来 到处是舞台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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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猴就打了五年了这歌 我今天已经把他报到出版图了 拒绝审查 好了 稍逸